这 小龙 若你想念他们 就将这满天星辰 当做他们吧 参见天王 参见父王 天王 臣弟知道天王悲痛难矣 更知天王心念王好 可天王是一国之君 不能不理朝政啊 大哥 难道你忘了身为天王的责任了吗 难道你忘了 当年我们兄弟三人 跟随父王东征西战的雄心了吗 难道你忘了父王对你的期望 记得那次狩猎父王夸三哥勇武 夸我沉着稳住 但其实 但是有勇有谋的却是大哥你呀 父王将铁弓赐给我 是因父王觉得 你大哥你的材质无需这把铁弓 阿勇要这弓没用 只有大哥带领臣弟 只有大哥带领臣弟 才能张弓搭建 一统江山哪 如今太子殿下意间间长大 看见天王如此行事 你让他以后如何效仿 天王 臣弟恳请天王重振朝纲啊 父王 母后临终前嘱咐你 一定要做个名副其实的天王 儿臣也希望自己的父王 是一个顶天立地之人 母后说 若任由宇文户独大下去 终有一日他会害死儿臣 父王 你忍心看见儿臣 死在那个奸贼的手里吗 既然天王执意如此 臣弟也无话可说 臣弟也无话可说 唯愿天王 还记得自己的身份 他的宿室 朕对不起王后 对不起父王遗愿 对不起我大舟的辞命 公元五百五十八年 周国大主宰晋国公宇文户 依旧全面掌控政权 王后离世 终唤醒了天王宇文玉的血性 他开始韬光养晦 表面仍为傀儡帝王 实则已开始准备 一步步夺回属于自己的王权 他选择从最不易引起 宇文户注意的文化做起 独孤家罗因愧疚于 杨家为自己所做的牺牲 故自嫁入隋国公府后 立即为壮大杨家而努力 在内 他勤学持家之道 将杨家上下打理得井井油条 在外 则注重与长安文武官员朱家交好 但凡各家嫁娶 寿臣 天子等 皆一一记下 并备理尚府败俄 以其改变杨家势单立姑的状况 同时 家罗大力撮合杨整 与蜀国公玉池举之女 玉池戎联姻 杨家得到玉池家的支持 使宇文户有所顾忌 暂获一段难得的喘息之机 父亲 你们都在啊 公主 快 过来坐 静叔 去帮公主拿个垫子 谢二嫂好意 可我还是要坐在我家三郎身边 你呀 还是与二哥好好坐着吧 是吧 三郎 竹儿 大家都在呢 这有什么样 都是一家人 你爱我 我爱你 有什么好遮掩的 既然你不主动 那我主动便是 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可不行 就该亲亲热热 是吧 二嫂 我与你二嫂啊 可学不来你们这样 我们俩怎么了 我们俩这样挺好的呀 郎主 这是此次退回来的礼品 是小司马家 贺将军家 还有 无妨 先记录下来 放回库房吧 是 人参 大嫂 你做人参啊 大嫂 你真是花钱讨没趣啊 外人不知道 定以为我们随国公府 钱多得没储花 可谁知 我们过的都是 缩衣节食的日子呀 大嫂 我才嫁进来没多久 家用已经缩减三次了 那 公主 您若是缺什么 我派人给您买去 不用麻烦你 给我钱就行 朱儿 家罗虽然缩减了三次家用 但均是 在我们一世无忧的前提下缩减的 我们挨家挨户地给人送礼 看上去似是徒劳无功 但其实 我是